在实现这样的一个登录过程 该如何去做 我们想一想 登录过程的话 我们再描述一下 用户输入他的用户名跟密码 然后的话点击登录 我们就应该在后端进行登录的判断 按照这个逻辑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用户随便输入 一码随便输入 点击登录 这是它是可以进行这样操作的 它就提示一个什么 Meture Not Allowed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根据我们前面配置的规则 打开我们外部 Control下面有一个Uler 它会找到Login这个方法 你看到吗 它是Login Login的话 它默认只有get的方法 那我们要将我们的Meture Post的方法也把它放进来 因为我们默认是get 将Post的方法都把它放进来 然后的话我们就来进行 再来提交一遍 刷新一下 刷新这个页面 然后你发现 它可以进入这样的页面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提交 它还请到这个界面呢 是因为我们应该做一个判断 这里给大家简一简 大家看好 你们要按照我的思路 先去认真的去想 先不要去思考 为什么老师怎么经常用一些错误 来给我们讲解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这些错误 我们才能去学习到 我们在做一个东西的一个思路 它从0到一个眼边的一个过程 我们使用Guy的请求 作为我们的界面展示 Post的请求 作为我们的代码登录功能的一个处理 然后这里我们引入一个Request if request.measured等于get 我们就只进行我们页面的展示 二次的话 那就是我们提交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先随便给它一个 就是用户登录 我们看看效果 它会自动去交代我们这些文件 我们再刷新一下 一二三 随便 进入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输出来它 那我们就来进行我们 登录功能的一个判断 首先我们要获取登录的变量 我这里定义了 我定义一个宿主 一个字典 然后将我们所有的请求纸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 request.ynews 将所有请求纸都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的话 我们看看我们的模板页面 在我们外卖下面有一个模板页面 有一个Urlogin里面 看看这个 它的K值是LoginName跟LoginPWD 那我们就是获取我们的登录用户名 从我们的request里面来获取它 但是前提它是三元表达式 如果它将它传过来了 在这个速度字典里面 对吧 它才应该去取 如果没有的话 iOS的话 那我们就是空 算了一个值 同样的 我们复制一行 你们的快捷键的话 你们应该去想一想 就是怎么快速的在这一行可以把它射箱 你看在我的Mac下面 我是Cermon的 加D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组合键 在Windows底下的话 你们可以查一查 应该是Ctrl D 应该就可以去复制这一行代码 那我们将它的名字 它的登录密码把它放进来 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里就取了两个指导 那我们打印出来看看效果 对吧 别我们老说 但是我们看不到效果 我们给内摩 这个是自不算拼接 这个是语法 拍这个语法 你们还是要会一点的 别到时候不知道老师 他在写什么东西 你就麻烦了 你看看他会自动会加载 我们再来刷清一下页面 输入的用户名是111 一码三码是对的 把我们进行参数的有效性判断 if login name 意思 空 让 或者 派成语法其实很搞笑的 你看 你在我们很多语法里面 他的 他是用两个数码线就是 对吧 然后两个暗的 两个这种符号表示暗的对吧 但是他在里面他就直接用英文表示了 很好笑对吧 然后他的长度对吧 login name 不能小一 如果他为空物币他小一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登录失败了 那我们就告诉用户失败了 反回他一个失败对吧 一般我反回的话 我都喜欢用接生值 所以说在最上面 我们进行一个整体的全新变量 叫做返回值 code是200表示成功 message就是表示 默认的话登录成功 data data是我们的额外的扩展之类 这是一般我的写法 那这次的话我就会把它的code 改成-1 原的message 我把它写成登录失败 然后的话让他去请输入正确的登录 用户名 请输入正确的登录用户名 对吧 然后的话将到接生进行输出 flask里面他有一个 再引入一个方法 json notify 他们已经封销好了 这个t刚才被我删掉了 json notify将我们的 这一个json放进去 他就平均返回去了 就是判断我们的密码嘛 如果密码为框 或者密码小于1 请输入正确的 登录密码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这是参注的一个 我们在做任何代码 就是对于我们参注的有效性教验是必须的 你们千万不要说我gs那单已经判断好了 但是那我们是不是后单就不用判断 后单是一定要判断 gs可以不判断 gs判断只是为了给我们用户更好的用户体验而已 所以这给大家一定要认识到 做完这一步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试效果 假如说我们输入的话是不输入 朋友会说是怎么样效果 我们刷新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点击console 或者说直接点击它 你会进入到我们这个页面 缩小一些 假如说什么都不输入 你看他会提示你请输入正确的登录用户名 对不对 我输入用户名 写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 都可以进行判断的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关于数据库的一些操作 打开我们给大家的数据库的文件 快线文件里面的数据库文件 打开我们复的这个dbov 以这个给大家讲解我们来如何去判断 locking name是登录用户名 那我就要查这个登录用户名的这条信息是否存在的 然后的话我们再匹配密码是不是对的 因为密码它是跟我们的登录上的哨子进行了一种加密的 它在进行对比的 后面给大家讲解 大家就慢慢就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啊 假如这里先引入我们从flow commonmodels下面的user import user 欢迎user查询 user.query.fit.buy 这就是我们弗莱斯科的R前面的一些查询方法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然后是我们的login name 那等于我们用户输入了这个login name这个参数 然后取一条记录 因为在我们的表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什么组件 叫做唯一组件 就是用户登录名这个是全局唯一的 如果不管你有100万用户还是1000万用户 登录名是必须唯一的 不然的话两个用户名是一样的 你怎么知道他是哪一个人去登录对吧 取一条记录 我们把它复制成一个变量叫做u.info 这样的一个查询 那如果啊我们查询出来的结果其实是没有 如果没查到是查到70元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说怎么回来 请输入正确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吗 还能怎么样 请输入正确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这就进入到我们的高潮阶段了 我发现我们在一点一点的进步 那假如说 那老师拉网输入什么1234567894 我们如何来去做一个操作呢 我给大家讲一讲啊 那我给大家给的这个里面我们给到一条 后台初始当后的一个社口 因为我们表里面一条数据都没有吗 给大家查一查吧 连到我们数据库里面来 U是我们负的PP 然后修Table是我们有一个 select的信号辅到我们U在表里面 你发现一条数据就没有 那肯定你无论你这个时候匹配什么东西你都取不出来嘛 所以说在我们给大家的 这个里面我们给到一条初始的一条语句 初始的这条语句的话 他会决定着我们 会告诉你登录用户名是54pap.cn 密码是123456 将这条语句在这里执行一下 复制过来 好就执行成功了 这时候我们再来查一下 select 信号 from user表 你看就有一条记录了 斜杠G 可以 看到比较差一点 这种格式不找出去了 密码就是123456 好我给大家看一看 54pap 123456 他在输入如果是输入这个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走到最后了吗 这一步了那说明前面那些要交易都已经通过了那 我们这个地方只教验了我们的登录用户名还没教验我们登录密码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能如何将我们登录密码 那我这个时候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登录密码是如何进行操作的 我们的登录密码对不对是拿我们用户输入的密码 用户这个他输的值其实是123456 拿这个密码 和我们这个 随机制服算进行了某种加密 得到了他 然后 所以说我们进行对比的 好那我这里给大家来讲解我们的算法 这个算法很重要因为我们后面 做我们的管理员列表的时候里面有添加功能 添加功能的时候他就添加一个用户就要生成我们的 随机的一个制服算以及我们去他随机制服算 产生的密码 好 在我们COME里面Nibus没有我们 新增了一个user的一个 包 已经存在了 我想把它删掉我们再重新生成一下 你们本地可能没有我这边是有的 右键 Python的包 你叫做user user的话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类 我们新增一个类就是user serwise service 就是我们的服务类 这个里面是我们要写的 他现在就算是 就是写我们user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核心操作 例如说后面我们有统一的一些方法都可以写在这个地方 定一个 统一的 类名定一个类 然后 第1个 这里面第1个进展方法是我们的df 我们定义的是 产生 我们的 pwd就是我们的password 根据我们的 用户输入了以及我们的 加密证损 来生成我们这样的一个 参数 那这里的话 我们给大家说我们使用什么删法 其实删法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使用我们的md5和b64 进行到某种操作 其实就可以了 最上面我们的emoport 我们的hashileb 还有我们的b64 这两个 拨就可以了 好 定一个变量 将我们的hashilebmd5进行一种做的话 然后的话我们来拼我们的支付串 我们支付串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s event s 然后的话 将我们的 立马 是我们的第一个参数 salt是我们的第二个参数 将这两个参数 组合成一个新的参数 组合完了之后 那就是我们的m update 这样的一个方法 将我们进行一种加密 incode 使用的是 eot incode会将转化成我们的 自解码 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又返回我们的是m 16精致的 编码 这是我们md5的一个简单的使用 我们说到我们还有b64 b64 是将我们密码进行的一种加密 是b64 b64.incode incode我们这边有一个incode的使用 你发现他说这个方法已经被重载了 是从3.1 我们推荐他使用in加密字解码 incode byte 对吧 然后我们看看他的点 我们看他的参数 参数是s s的话 加密一个字解码 我们将它转化成我们的pson的字解码 pson字解码转化其实很简单 就是点incode 字解码转化成字解码很简单 incode 有前复-8 就可以了 那这次就可以生成我们的 密码 我怎么做的 好 我们举个例子啊 大家看我们会来使用啊 第一步 我们肯定是要引入这样的一个方法 form common 点 nibus 点 user 点 user service import 我们user service 按照我们的说法啊 是拿我们数据库的这个密码和我们产生的密码进行对比 产生的密码是由我们用户输入的密码加上我们数据库存在这个随机社会上进行某种加密的密码 对吧 大家看我来怎么写啊 if userinfo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用户输入的密码是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类 这个类 里面的 结 一个是用户输入的密码是 loginpwd 第2个参数是我们的sort sort是我们随机字幕串 随机字幕串的作用是可以 每个人的随机字幕串不一样然后他所使用的加密的一个配置就不一样然后这样的话即使用户他知道我们的加密的算法他不知道我们的加密密码也是无法进行解密的 login sort这个字弹 然后他们两个生成的只是如果不一样的谁对吧那不好意思 其实这个是我们仍然要提示他请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老师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提示他请输入正确的登录用户名 这个地方提示他你登录的密码错了 请不要这么去做为什么因为 在我们做很多系统的时候有些人他们会慢慢的试你 如果你这么写的话他就知道我用户名说错了如果他哪一次他提示你用户密码说错了他就知道我用户名说对了那就一直测试他的密码 所以说两边你要显得一样你为了区分开你就加一个-1跟-2来进行区分 好了我来测试一下 这时候我们要重跑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地方肯定已经出了一个什么错误 在写代码的时候他在实时加载我们的 对我们的文件变更进行更新这个时候他代码有错误他就跑不下了 简直说我输入54pap.cn密码是123456 还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假如我举例的我输入456789 他会说什么 请输入正确的登录用户名 -2就说明他没找到这个网络 是不是 这个想象说明他登录就失败了吗 登录成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返回 这样的一个东西 如果成功我们默认比如说登录成功这样的一个工具 回来我们输入123456 这就登录成功了 反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我们登录的功能就已经做完了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所以我们 登录我们返回来是接审 其实才说的话我们 接审的话其实一般是我们用我们的一步提示我们才会这么去使用的 所以说我们打开我们的login.xml的模板文件 将我们这个form文件划成DIV 划成DIV 然后将X型这些东西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这个时候教大家来如何去写一个我们的 阿价克斯提交 在我们本系统的话我们大部分都会使用义务提交 这个是为了增加我们用户的使用的方式 然后这个的话你就可以 class里面 我一般都会用Rub来进行包裹 然后这个button的话 它的type就是button 然后你给它写一个 do.go.login的一个class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再点这个按钮就没多用了 是因为我想使用 化验克斯的化妆去提交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写GS吧 打开我们外博Static下面的GS这个目录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加 就是 油软 里面新建一个 GS文件啊 加瓦斯的发言就是我们的login.gs 好第1个就是分号 分号是为什么是因为 当我们做很多系统的他会有加速软件 他会把多个GS文件合到一起如果你不用这个分割的话 他可能语法会出错啊 定义网 user login ops 是一个接生对象 我一般都喜欢这么学习啊 下滑线 然后我的方法里面永远都只有两个方法最起码的是两个方法 第1个是一定的方法 一定的方法是对暴露出去给外面人去使用的 event bound方法 举行事件绑定的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你掉我们的event bound方法 反正最外层的话是 document 然后ready.这是gequery的方法 ready 防护行 干什么事情 当event加载完成之后的话 他要执行这个方法的 这个对象的营典方法 这就是说明我把营典的暴露给外面了 然后他这里进行事件绑定 事件绑定就是他点击这个确证按钮的时候 他可以进行事件提交嘛 那我们这里 是login wav 点 do -login 它的click事件就是我们点击事件 点击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 执行我们点击事件的方法 首先你肯定要获取两个表单的词嘛 登录的用户名 登录的密码也把它获取出来 定一个就是login内幕 好这些都是我们几块有的方法的 写法 login wrap下面的 input框里面的 内幕值等于 login内幕的 然后把它获取出来 然后 另一个也是同样的去写的 login pd 这个字对应的是他的内幕 内幕 你可以发现他其实跟这边其实来说是有一点重的 你看 这地方我要获取一遍 何必的 但是这个是没办法的 监视的体验是为了让我们用户体验更高 而不是每一次都往后章提交完了之后再返回来用户再重新输入 这样非常差 我点击完了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可以提示用户输入正确的东西 如果我们判断 参数学性判断 if login内幕 等于untify 就是我没输入任何东西 或者你看 这个地方他就是或 语法会不一样对吧 开始里面就直接用or 就是个单词 然后或者他的话 login内幕的 nance 或者login内幕的nance 两个书项 这下我应该提示他什么 提示他 请输入正确的登录用户名 当然这个下我们会使用到commonops里面的alert方法 这个地方有commonops 这个是我给大家封装好了很多方法 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封装一个commonops的一个对象 这里面有很多方法 大家去使用的方法比较好 我一会给大家演示他的效果 大家就知道了 同样的最后一样 请输入正确的 登录用户名 网站 密码是一样的 复制一下 判断完了之后就说明他参数都是合法的 那我们就进行安甲克斯的提交 安甲克斯的提交 好啊 你看我怎么写的 第一个是 UR UR的话我们希望 提交到我们的 休日 login里面去 你们都知道我们在前面讲过我们的链接管理其实是一门艺术所以说链接管理一定要把它管理起来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一定要 去定一个链接管理的方法将我们链接统一管理起来 BI的UR 方格性 这方法还有很多好处我就希望我们 整个GS里面的链接都有统一的一块进行管理 那以后我举例着我们公司最近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们公司他下了一个域名 画那个域名以前的代码里面他就是到处都是直接写死的网址 他画的时候他就特别麻烦 那如果我统一的一个地方进行这样GS去申请的话那我就改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其他地方都不用动 等于说你可能只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 完成别人几天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工作量 所以说链接管理大家一定要注意链接管理是项目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记住 他有个参数叫做PASS 他可以传该的参数嘛 UR等于空 加上我们的PASS 这个空是留给我们domain的 比如说你想写网址想写绝对入境的方法就写在这个地方 定义我们的参数 那如果我们 PASS有 进行判断 将他进行一种循环的取出他所有的指囊进行一种组合就可以了 在我们的GS里面也是有很多比较好的方法的 OBJECT 2CASE 因为我们定义我们的PIRAMMERS其实是一个接生 它是可以取到的CASE PIRAMMERS然后进行MAP的一个循环 循环是什么 它的K值是 加定一个K 那就是VTR什么 VTR它是一个我们的制服创 这是我们GS的方法 将我们的K值进行一种转移 然后的话 这是一个数捕以后的URL 它将我们的K值它对应的 值 就是我们K和Valume 将这个东西 交易 用什么交易 用我们等号交易 最终出来什么东西 比如举个例子 A等于B And C等于D 这样的格式出来的 所以说还有等号码我们盖的看到都是使用等号来进行区分的吗 做完这一步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区分了 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结果了吗 将我们这一个 里面所有东西它进行拼接出来了 拼接完了之后的话它返回来之后 它仍然是一个宿主 那就我们再交易一次 你发现这个语法比较复杂对吧因为 你可能无法预见结果是什么样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举个例子 例如说Pyramus A等于B C等于D 那最终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我告诉你们 A等于B And C等于D 所以说 等号 是为了做这个A等于B And的话是为了将 A等于B和C等于D进行 同一进行And 这样的一个参数 这也是盖的参数的一个请求方式嘛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写比较复杂 有点麻烦 所以说Pyramus 就等于 我们的问号 加上它就可以了 最终我们是什么的 最终是我们的 反复的正义是我们的UR 加上我们的它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里我们要使用我们通用的 common Obs里面统一提供的BR的UR 我们参数是没有了 我们就不传就行了 好 链接管理是一门艺术 我们一定要记住 比如说 从我们写每一行代码 要去注意它 怎么去扩展 然后我们使用的方式使用Post 参数的Data Login内模 用户输入的Login内模 然后Login 加环线Pyramus 也是用户输入的 反正之后就可以直接将它 我们设置我们用户的Data type 是接生的 这个设置方法进行处理 这就是我们的 RJX的GQuery RJX的语法 返回的是 定义是RES 好了这个时候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第一步 在我们LoginHgman里面加入我们的 GS把加载进来 block GS N的block 那为什么是blockGS呢 是因为它继承的 是它 它这里面定义到一个自定义模块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插入内容 这个web src 是什么东西 加载进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加载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我们统一的方法 大家还记得吗 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Application里面 我们注入了两个方法 函数模板 我们是希望通过 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对于文件间进行统一管理的 等于说在我们Python里面是这样管理的 在模板文件也是通过这个函数管理的 GS里面是我们自己写的 让我们的文件竟一写就可以了 GS的路径的话我们是加载我们外博 Static 我们把它写进来 我们把它写进来 我们看看它的路径 我们把它写进来 我们看看它的路径 我们来登录一下 看看效果 这里有一个inspirator可以监测的 点击这里有个网络 下456 点击这个按钮 你会发现 他没有请求 网络里面是没请求 但是他这个地方在 你点一次这个地方活了 说明他有语法错误 ObsBird is not a function 他说我们这个方法 不是一个function 怎么会不是的 我们这个方法 我们都已经定义好了 Bird UR 我们看看效果 错误不可怕 我们可以调试一下就知道 他为什么提出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 给大家看一看我们COPEN里面 你默着看这个COPEN 你会发现我们刚才写的代码是没有的 很奇怪对不对 这就是前面给大家说过的 我们的浏览器它是有缓存的 所以说你可以按住你们的 浏览器的强刷键 一般我们都是Windows里面是Ctrl加F5 然后的话 E6下面底下也是Mac里面是Ctrl加R 你强制刷一下 你可以强制刷它 看我们的方法就出来了 这个想法就有了 你可以发现这个你看网络这一部分 你可以看他发一个请求出去的 网络这一部分你可以发现 他最后发了一个阿甲克的请求出去的 请求之后他返回的结果是 登陆成功 这样一个返回结果是登陆成功 那就对了嘛 那我们在写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部分 如果 他返回的状态值是200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跳转到我们的 首页 首页 订一个变量 我这里都会使用我们统一封装好的很多方法 为什么这么使用 因为他的用户交互体验比较好 我以后给大家演示为什么这么写 就扎一个字 Callback的话他要执行一个方格型 Window 点location HREF 等于我们的 Common Beard UR 希望他跳到我们的首页 可以了 然后这是他 干的东西 他这个东西他并不会执行啊 那我们使用的是Common Opps里面封装好的Alert 这样的一个弹程 内容就是我们RS里面的message 他的回交行程就是电影好的Callback 再来看看效果 这时候再刷 我们要强制刷一下我们的页面 密码是123456 其实他这个弹程是不是比较好看 也不像你用Alert那种东西 特别麻烦 成功点击确认他就会 他找到我们这个首页里面来 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页面 总是 这样的话我们登陆功能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登陆功能我们再重新完善一下 还是到我们的登陆页面 第一点 我希望 点击这个之后 这个按钮变灰 他不准再次点击了 怎么来做啊 这就是为了防止我们用户重复点击 因为他可能在处理阿加坤 后段在处理情绪会比较满 那我们第一个 BTN 就是我们8天的Target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对象 如果我们当前的对象有一个class的 开始class 这个名字是 Aboard 说明他就已经有了 那我们就给他一个提示 正在出零 请不要重复提交 然后 在我们这里参数价格完成了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 将我们这个disable 这个button加上去 BTN Target addclass disable 当我们 请求回来之后的话 我们应该将到class进行remove 你可以发现这些GS的方法是不是都非常好 看到名字里面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假如是这个不触发的时候对吧 当我们正常提交的时候 我们会将它加在disable的 然后当成功之后 我会将disable去掉 然后演示一下效果啊 你大家看它会变灰的啊 它有个变灰的一个过程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说它是怎么变灰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直接返回 也会直接变灰 它就不能再点击了 我这里给大家演示的 我看它是怎么变灰的啊 既然是没有刷新进来 我们叫我既然是刷新一下 你打开这个文件啊 你就强制刷新它 它就可以强制刷新了 你看这才变灰的什么反应都没有 它也不会提交到后端去 你再点击它就会提示你 正在处理请不要重复提交 刚才我在处理时 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你会发现我写了一袋gs 它发现它没什么效果 是因为我们gs被流浪器缓存住的 这个的话就需要你去强制的 将我们的这个gs文件进行刷新 这样的过程 那Windows环境的话 你可以按住我们的 Ctrl加上F5 Mac的话你就是我们的Cermont加 R这个建设可以了 你这样强制刷新它们就可以了 去完了之后 1.3.4.5.6 登录成功 这样就好了 那这样关于登录功能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一小部分 为什么说是一小部分呢 是因为你会发现 当我们登录完了之后 我们这里是不是要选择登录的用户信息 并且这个页面 它是不是 一直要登录才能进来 然后它不登录的话 它应该是直接跳到我们登录页面了 这样的过程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在我们的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逻辑 首先我们用过了登录Tile的话 我们要使用一种方式 让它存起来 登录Tile的话 我这里一般都使用cookie的方式 给大家去存 我一般不会去使用什么session Session的话 一般存在服务器上 当有多台服务器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些 三线不共享这样的情况 你们会用一些非道 复杂的方式去解决 所以说cookie的话比较好 换在我们客户单 这里的话我们使用 我们的cookie 你先引入一个我们的 make律师bounce 我们制造一个返回头 律师bounce make律师bounce 它需要返回的是我们的 登录成功 那就是 json 它这里是可以返回的 我们将我们的json引入进来 让它进行dump 返回我们的json训练化 json-dump json-dump r1-p 那返回就行了 dumps 这也不做的话 然后我们再设置我们的cookie 也就是bounce set cookie 它是cookie的话 第一个肯定是我们cookie的名称 例如说我们这里起个名字叫做我们的 mook food 那就是后面就是我们的cookie值 cookie值的话我这里可以告诉你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是怎么拼接的 是一个s 仅号 s 第1个s 我们先不管 我们这里先给你写个控制 第2个s 就是我们的用户的id uid这样的一个部分 而 这一部分就是有讲究的一部分 你看到我们这一部分它其实是一个名文 后面这份uid对吧 那我们如果直接做一个uid是很麻烦的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cookie是可以模拟的 如果用户他知道你使用uid的方式 他可以一直去尝试你的 所以说我们前面这一部分一定是我们对uid的 一个整个一个加密的一个过程 加密这个过程的话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如何来写我们加密这些过程代码 打开我们的uid service 在这里我们commonnever是uid service里面我们来实现我们加密过程的一个代码的一个 实现 加密过程我们也不需要太复杂 但是我们可以去实现 很方便的去实现的一个过程 一样是一个精彩方法 df我们这里是产生我们的 授权扣的 也就是我们授权码 在这里产生的 我需要他传进来的就是一个uid的印号 一个对象 同样之内我们一定要使用我们的md5的方式进行生成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生成的方式看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奇特一点 哈希脉搏的我们 md5进行出所进行实力化 我们的始终性组成是有4部分组成的 百分之s 百分之s 中间用横杠 百分之s 百分之s 我们为什么让传一个实体的uid进来的 就是要叫我们用户的信息 写进来用户的uid 因为这个基本上不变 用户的 login name 就登陆了相关级的部分 接下来第3个是我们用户的 loginpd目的 第4个是我们优热info的 login salt 随机加密政府创 这是部分组成 然后进行了一种加密 加密上榜肯定跟他一样了 这就可以产生我们 将我们这层进行加密 然后等到每一次的时候我们取得用户uid 之后然后再通过生成这个加密政府上 你就知道用户有没有改变我们的cookie 这里的话我们就使用 user service的 产生我们登陆说的user 好 然后关于这个的话我们一般都使用配置的 配置的话我们要引入我们的 bram import 我们的app 然后打开我们config目录 在我们base点里面 去定义一个 配置的选项 例如说我们起一个 auth cookie name 然后这个的话 它可以共用起来 第二个配置更改这也比较方便 假如说我们定义一个auth cookie name这样的一个值我们把它写 这个目可付的 这个是我们cookie的名称 在这里这个词你就可以用 取的方式把它取出来 app 里面去取变量还是比较好取的 app config 这时候我们就比较好扩展 例如说以后你想改这个cookie的名字 你就可以更改配置就更新好了 不用去提交代码的 后面这一部分是我们的 加密字幕上加上我们的名语文的uid 这个时候我们将它进行返回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一遍我们登录的功能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cookie 重启一下我们的服务 点击这里application将这里cookie全部清空 如果有的话你就清空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我是密码是123456 登录成功 你来看看application里面 你会发现中了一个cookie出来了 对不对 cookie里面它是你看警方后面是1 1的话就是我们用户的uid 这一单是加密字幕帅 当然如果有用户改变我们这个cookie指 对吧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加密政府法来删除它 是不是对的 你随便围造是没任何用的 做完这一步之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你说 我好像不登录的时候 我也可以访问这些页面啊 就是说几个例子啊 我将 打开我们开发的工具啊 publication里面这个cookie进行删掉 你说我没登录我好像访问这些页面也没什么问题啊 对不对 好 那这里我教大家一个是一种方式来如何去进行处理 我举个例子 你当然是可以在每一个我们的controller里面 每一个方法里面都进行判断 这个地方我们判断是否有没有登录 没有登录的话我们就不展示 这个当然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种方式很麻烦 每个里面都要写是不是太麻烦了 好这里我教大家一种思想 就是拦截器的思想 拦截器的思想其实在flask里面其实它是有的 它是通过事件的方式进行实现的 那这里我同意一下 拦截器 我现在就在关闭点啊 原来怎么来进行实现它拦截器啊 在我们外国下面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啊 就是我们的 英特 英特 你看好叫做 Syperters 就是拦截器啊 英文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叫做 澳式的拦截器 英特 Syperters 它这里面其实并不做什么事情 它只是要将我们辅来是合的事件将它进行进来的 从 而PollingKC里面 Import我们APP 定一个方法 叫做我们 Befall Request 就是 请求之前的一个方法 这个事件就可以拦截我们所有的 在每一个请求到达我们 Control这些方法里面之前 我们就已经通过这个栏 栏栏栏栏栏栏 还有一个装置器 装置器的时候 我们Flyser它就会自动的去识别 彼方 Request 那我们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请求的UR地址 如果 是这些一面的时候我们希望是它有登录 登录是什么验证的 我们就是拿Control进行验证的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前面写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有用的 对不对 好 从我们的 Flyser里面引入 我们的 request电量 这里面我们pass我们是requestpass 我们的页面的UR地址 比如说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他 这样的一个地址 如果 是没有登录的 那我们就要跳转到我们登录页面 如果登录的话 那我们就不管它 那我们就定一个专门来教育我们的登录的 专业方法 这个切磕login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目的啥都不干 就是判断用户有没有登录 是否已经登录 第一步要取得我们的cookies 从request到里面取得我们的cookies 取完之后的话 我们的对cookies 它就要进行一种取码 取得我们的authcookies auths会怎么来的 是cookies里面 cookies里面名字叫什么 叫做app config里面要取到我们配置文件里面 config base里面的auth 它的内幕 前提也是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这东西在里面 不然的话不在这个字典里面 你是取不了的 有些还会报一些语法错误 所以这些判断我们都是必须的 iOS这个三言表达式 取得完这个支付的话 我们就获得到我们的hookies 那我们去大家取个例子 我们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打印一下我们的hookies 打印的话我们都可以使用app go.info 打印它 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调用 我们的切客info方法 如果他没有自动去加载我们的 同期我们的配置文件 我们就去加拿 刷新下 发现这个是没打印对吧 没打印是正常的 点击我们的 在南面这个.py这个文件 是因为我们没有引入 就是统一拦截器的 都放到这个里面来 plom webinterceptor 点os 引号的信号 下面这个加个备注 备注的话 我就当时给大家说过 它是蓝图功能 对所有的URL进行统一的配置 每一块我们都要进配置 进行标明 就比较好了 再来一遍 这次你会发现 它会见到见证不一样的效果 你看对吧 在里面是不是 可以进行输出 info 它其实是一个空子 为什么是空子 因为刚才我们把QK清掉了 它肯定是个空子 空子不可怕 因为我们自己就把它清掉了 它都会打印这样的信息出来 好 那我进行QK的验证 QK验证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怎么加密 我们就怎么解密 进行对比 所以说我们来进行 我们的QK的一个对比的一个过程 其实QK的验证过程不复杂 你只要理解我前面刚才为什么要 在这里的设置QK的手 它要有一个警号 然后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写一个统一的一个 生成授权码的一个方法呢 你就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我们会从QK里面取出我们的UID 然后从UID里面 从数据库里面查出它的个人信息 然后通过个人信息 生成一个授权码 跟我们QK里面授权码进行对比 如果两个一致 那刚好 那说明它对的 如果两个不一致 那不好意思 你的QK是经过被人修改的 那你就再次登录吧 好 那么就按照我的说法来 if or is QK 一是 我们用路来表示吧 如果是 路的话那就返回FALSE 回碳FALSE 回碳 这里我们不要写控制不差 我们直接使用路比较好 控制不差 你要对比挺麻烦的 这个UID比较好